Hello 大家好 我是Walker 歡迎來到Walker Lone 今天又和大家講戰鬥機械 因為有隻新產品出了 戰鬥機械是1982年的真實系機械人動畫 當時是真實系的春風得意的時間 他的班底是全明星 有富爺、大河縣 人物設計的是胡尊有謙五老師 當時在我心目中 他和安然良和差不多是齊名 現在可能會較少人提起他 可能他沒有那麼悶弱 但是他和安然良和安然良和很容易就認得出來 當時盛著太陽之牙打開了真實系的傳承時期 做了七十多集 當時日星公司覺得 雖然太陽之牙可以說是得到了空前的成功 但是好像照顧不到一班年紀比較輕的兒童觀眾 有見及此日星就想製作一套 輕鬆一些、搞笑一些 適合兒童收睇的機械人動畫 與此同時 富爺他自己剛剛做完了傳說巨神 他也想休息一下 所以兩者可以說 孝婆與著知粉客 對不起這個形容詞 一拍即合 戰鬥機械沙斑高的概念 就是這樣產生的了 戰鬥機械特別的地方 除了真實系的設定 以及比較灰斜一點的編劇手法之外 我想最為人有印象的就是 雖然發生在未來 但是明明是一部西部片的設定 其實有一個說法就是 當時玩具贊助商Clover 他們是要求一部拖車的載具 來做他們的玩具設計 把這個要求給了大學員幫拿 我相信富爺也是隨著他這個機設 慢慢承認 去發展他這個故事的世界觀 時間是未來 地點是Solar 一個好像沒有文化沒有歷史的星球 好像剛剛所說的一部西部片 在這個星球上面 他們有一條很簡單的法律 叫做三日法 規律很簡單 無論你殺人放火 嫖塌喝催 偷握怪的片 只要在三日之內 你的仇家或者被害者 追不到你 他就一定要一筆勾銷 你就逍遙法外 整個星球 就是用一條很簡單的法律來運行 這個星球上面 有一個很完整的階級觀念的體系 最上層的人 他們住在玻璃罩著的城市裡面 他們叫做Innocence 即是無罪者 他們擁有操控貿易 科技 以及機械的生產 聽說他們也保留了文化 但是是不是呢 就要看下去的故事才知道 其他在玻璃城市以外生活 或者叫做生存的人 分幾種 有些叫商人 有些就是開抗的人 另外有些我會形容為 像標局一樣的存在 他們就會用這些不同的 Walker Machines 即是戰鬥機械 以及一些Landship 在地面上浮的戰艦 去做載具 他們的貿易 他們的工作 甚至他們之間的爭拗 都會用這些機械來解決 夾著史上最醜的機械人 動畫男主角的威名 朱皇是一個粗眉大眼 恐武有力 不收蝙蝠 粗之大業的少年 一開始我們就知道 原來他沒有遵守到三日法 即使經過了一個星期 依然揭而不捨地去追尋 他的殺父母的仇人 戰鬥機械的故事 就是這樣開始 我說多一點 都關於機設的背景 其實不止一次我都有提過 雖然掛名的是大學元邦男 但其實大部分的工作 都是由出淵語去做的 當時他就不是很出名 只能夠在片尾那裡 看到他用客席機械設計的身份出現 但是今次我再翻查 多些資料 我就發覺如果你說 戰鬥機械的機設 是由出淵語一手包辦 也都不正確 看回他那時的畫 原來是比較自亂的 不單是太亂 太多細節 四四方方的 比例不太好 而且那些關節的邏輯 依然是有很大的問題 這個時候 原來胡川老師 林毅壽命地幫他執漏 有說他其實不是很習慣做機械設計 傅野就逼他要畫3D多面圖 正面側面後面的 幫助玩具和模型生產商 去拿的資料圖 他也挺投行的 但是結果就是一批 充滿漂亮的比例 細節度、欺負度好處 以及線條很有美感的機械設計 尤其是小腿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例如上一隻 如果你有賣 Blockery Type的小腿肌肉 是很誇張的 這個我覺得就是胡川的癖好 因為你看他的人物 他已經有這個小腿肌了 在他自己經手的機器 尤其是這隻Walker Gallia 也可以聞到那隻鎚 Walker Gallia 他應該開創了這個 男主角去到故事中段 要換機這個歷史先賀 之後 每部動畫 玩具公司 可以出兩個不同的主角機械人玩具 他最初的概念 始終都是由大學院邦南設計 我有一個感覺 就是可能變形的機械人 他當時還算是專家 不過當這個概念 被玩具公司接受之後 他就因為很忙 就走了 其他人就要幫他收尾 但看回大學院邦南的設定 其實我覺得他更加適合 Sabungo這個機械世界觀 我自己試一下理順一下 那個時序 首先 Sabungo 藍色這個主角機械人 他的概念 就被玩具公司接受了 接著就開始發展故事和世界觀 接著就發展出一群 跟主角機 原來不是很合適的配角機 到中段 我覺得可能副野他本身 亦都想改了主角機 或者是玩具公司的要求 這個我就真的不知道 但我覺得是有這個需要 所以你看回大學院邦南 他最早期的Walker加尼的設定 其實是非常非常配合到那個世界 尤其是那個開放式的控制室 令到頭部分體後那部飛機 和你平時會看到 配角會開一個小型飛行器 是沒有違和感的 變成你一看那部飛機 你就覺得 絕對是這個世界會出現的機械 相對於這個早期的主角機 就彌補了那個缺陷 但我相信可能 後期因為如果長期要畫一個駕駛員 根本上是不可行的 所以始終變回封閉式的駕駛艙 到最後就變成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版本 好像沒有早期大學院 那樣失去了那個原意 當然我自己個人來說 我怎麼都喜歡這個機器 多於藍色的機械人 因為這個更加像一個Walker machine 好了 我切了 終於要講一件玩具 首先看看一個盒子 心下直親的彩畫 這個系列其中一個傳統 要開槍 但今次不是看到機械人 而是看到駕駛員 再看看盒背 這個系列也是很精靈的 每次都盡量重現設計圖的角度 或者設定圖的姿勢 如果你是老餅或粉絲的話 你就會很搭檔的 看到這些開槍了 看看內容 都很充實的 不會出現那種盒大而狹小的 令人很不爽的情況 機械人之外 有四個主要的武器 跟設定一樣 有四對手掌 加上他本身的五對 另外有很多微小的 天線 炮塔仔 要你自己插上去 反而最值得大家留意的 就是駕駛員 三個駕駛員 有兩個都是男主角 一個就是他在操控的時候 一個就是他伸出頭 這個是很有愛的 BANDAI這下野很窩心 因為在副野的世界觀裡面 駕駛員就好像一種汽車伸延 所以不單止操控儀 其實是一個軚盤 已經很不合情理 但是就是這樣 而且很多時候 他們都會好像駕駛一樣 伸出頭和駕駛員 大聲地在對話 或者就算駕駛著對話器 他們都會這樣伸出頭 跟其他人說話 另外那個小小的那個 是呂佩閣Chill 她是一個八歲的小朋友 但當然是一個義氣子女 就是光湖長大的八歲的小朋友 這個我有點微言 因為他現在給你 就用來駕駛二號機 其實二號機需要兩個人駕駛 一個是駕駛炮 一個是操控那部機 我就覺得他既然都這麼慷慨 就不差再給我女主角 我心目中的女主角 就是那個短頭髮的男人婆 Rack 一來 在戲裡面 的確需要一個人 去操控二號機 就是當他分了體之後 一個人去操控炮塔 二來 其實在動畫裡面 女主角經常都會操控這部機 又或者在一號機 坐在男主角旁邊 震風下醋 不差再給我 我想要女主角 好了 拿上手 首先講一下顏色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一直以來 我都覺得他之前所推出的產品 其實他推出過不少產品 雖然在香港是冷門的東西 我知道 但是 蘇宗馬華都推出過七八件東西 一直以來 他的產品都是 逼綠色的 鮮綠色 但其實在動畫裡面 他是語綠偏藍的 這次 叫做最接近的一次 外形的線條本身 我是很收貨的 我覺得這個比例是很漂亮的 因為 講回同比例 1比100的產品 就要講回 就是R3模型 曾經出過 一樣那麼高那麼大 但是那個 其實那個模型 當年剪輯的時候 他有兩個版本的 現在的版本是橫身很多 其實他有一個版本的版本 是比較窄身的 這次他就跟回那個比較窄身的比例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比例 就貼近胡川老師的設計圖很多 你說如果真的要找東西批評 其實是有的 我覺得很可惜的 就是他那麼漂亮的駕駛艙的人仔 就真的不看到什麼 因為他那個透明件比較厚 比較粗 那 就 不是很顯眼 這個比較有 但是你說有沒有解決方法 我就不太確定 這個是比較可惜一點 看不到駕駛艙的內容 除此之外 我覺得這次的比例 一樣東西 都是很收貨 很帥的 從頭講起 首先 頭部的部件 剛剛有兩件東西 是要自己插的 就是天線和炮塔 它是有一批防備件 所以就算斷了也不用太擔心 但是那個 後腦跟著那個 黑色的那件上面有兩條主天線 這個就沒有防備了 你玩的時候 就要小心一點 這次他的頭部的可動性 就可以做到 左傾 右傾 那種活動性 以及頭部可以左轉右轉 以前俠金雲 是要掀起背部才能做到 因為他做了一體 這次 頭部是獨立的 所以 可動性大大提升了 他就有一個 枕下頭的 前後的關節 所以你說 想放一些有型姿勢 也可以的 但是轉的時候 用力就小心整條天線 接著我們看看肩膀 它有一個 好像是高級模型 現在經常會有那種 肩膀 向前 可以咬到多一點的伸縮關節 其次的其他的 可動性 就很基本 手肘是可以摺到這麼多的 反而拳頭 就比較弱一點 除了旋轉之外 其他的可動性都很勉強 為什麼我在海同性上 好像要求這麼高 是因為他這個系列 尤其是上的兩隻 尤其是對上的那隻 其實是很驚人 真的做得很好 變成 豬肉在前 這次我會比較挑剔了一點 不要緊 你聽我發個風 腰 也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 有一點失望的地方 因為 變形系統的關係 因為他一定有一個向前後咬 但是 他這個 一來 他這次做了那個系統 那個架構 我覺得 有點牙焰 憑一個膠件 就這樣 掀著那條軸 當然 你向前後 應該就不是一個受力 會咬的動作 但是 你左右 其實 左右轉的時候 那個軸就在上面 因為卡住了 開動性就比較輕微一點 而且你要記得 其實上面那個軸 就只能夠左右轉 前後那個轉動 那個軸就在下面 那你用錯力 我就有點怕 如果你用錯力的話 你可能會咬到那兩條 重心的支架 那個類似 到處U型的支架 因為那個支架其實是膠 而且很薄 如果你用對力就沒事 用錯力 就 可能會出事 所以你要謹記 左右轉 軸心就在上面 前後轉 軸心就在下面 大腿可以去到那麼高 膝蓋 都不錯 應該咬盡了 去到腳掌 因為它的軸 其實歷代每一個產品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腳掌向前屈 其實是很受限制的 看上來好像很活動性很強 但是其實這個軸是很阻定的 這次它多了一個可以拉出的關節 就是這裡 但是這個拉出關節 其實只是給你左右搖 就不是給你前後動的 這件事也要玩的時候要記得 跟之前我腰部說的差不多 它那個支架也不算是太厚的膠料 你順應它的玩法來動 照計是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用錯力 我覺得是很危險的 因為它的支架其實也很幼 是很危險的 腳掌它除了這個位置之外 其次就是那個黑色的部件 其實它裡面有乾坤的 有一個長的金屬軸心 讓你再可以多其他的動作 左右是沒有問題的 向後當然沒有問題 因為它本身的可變一定要要求 但向前其實就不算多 有一點那麼多的失望 我以為它這次會想到一個更好的方法 當然我再說一次 就是它本身的設定都是很閉藝的 可以玩腳趾 如果師兄喜歡玩腳趾 那它有兩隻可以慢慢玩 另外有一個地方 其實我也有一點微言 就是它本身的機設 它有一個爪地的 有六隻牙的 每隻腳有六個長方形的牙 是可以用來爪地 其實應該是比這個花紋更加立體的 在俠金雲 它是有內藏彈弓的 這個牙 穿地 貼地的時候 它是會壓下去 拿起來玩的時候 它是會彈出來的 當然 你會覺得 多了樣的機密 但是 我也理解為什麼它會這樣做 因為在設定稿裡面 當它變成二號機的時候 其實這些牙是應該收起來的 變成俠金雲的玩法 其實跟它的設定是背道而馳 它現在就變成這樣 有少少紋 但是就沒有彈弓的機密 可動性方面 我覺得就是這樣 對於我來說 玩過上次的Buckery 我就有少許失望 就是它一來肩膀就沒有了可以 可以向上動那個 那麼大幅度的動作 Buckery的肩膀是可以這樣動的 另外呢 咬腰方面 雖然有得前後 彎和左右轉 但是就沒有得咬腰了 就是沒有得做這種 很有胡春有謙老師的風格 左右的 左右 上下的那種欲動 想擺有型姿勢 一些很有動感的姿勢 這次是多了制爪 我自己覺得 主要的開動性我會批評 是這個位置 我覺得它的腰身 其實應該可以做得實正一點 幅度大一點 甚至可以多一個軸心 可以左右這樣跳 腳掌我同情它 因為它本身的設定 這個軸是比較左定 但是腰身 我覺得它有足夠空間 想過好一點的方法 今次這個位置 我有少許失望 另外有少許技術 除了炮塔 就是下腹的炮塔可以動 另外右邊的肩膀 是有選擇射燈的 這個射燈 其實在大學院幫男 最早期的設定稿 已經有的了 但是後來 胡春的修訂稿 就看不到的 但是在故事裡面 它又出現了 有些場後 它又會 批評出來 尤其是在大紀局 當Giron去追求第二女主角 Elchi 這個 富家女傲嬌 青色頭髮的女主角的時候 它是有開眼燈去找她 所以它又給你這個技術 另外當然是駕駛艙 可以換玻璃 有一邊開座 就可以讓Giron探頭出來 其實分體很簡單 這隻是一個很簡單的變形 我想是玩具公司要求 首先 就把肩膀件拆出來 非常之簡單 但是手 原先給你的拳頭 其實太大 就縮不去前臂 你要先拆掉它 換一對最小的 它給你的手掌 有少許可動手指 但其實都是捲起來 可動性不大 拳頭就可以收到前臂 這次這個設計 就多了一個技術 就是肩膀可以縮窄一點 這樣 這樣 令到飛機收長一點 沒有那麼 暴力 這件事我在設定稿 和其他玩具上都沒有見過 應該是這次它自己想出來的 肩膀 90度向後扭 好 另外 後面的螺旋葉 它有兩個扣 拆出來 這樣 這樣 就可以拍到手 鼻子的順位 這樣就完成了 好過合金雲 因為手臂也有少許金屬片 肩膀和手肘 所以 一號機都算重手 就不會一號機輕飄飄 這樣 前臂下面 其實就有個穿地架 但是前臂就沒有 我覺得前臂都可以想些方法 整個穿地架 有個二號機 之前都說過 二號機就變成無人駕駛 因為只有一個駕駛員 我就不會每次去拆它 因為那個駕駛員太小了 唯有就得人控制炮塔 就沒有人控制二號機 是啊 應該給我一個女主角 我要重申 正如剛剛所說 它前後動的軸心就在下面 咬的時候 你用那個音力就用好一點 就不要用這裡來做力 我真的怕那個支架不玩得太多 那你拐的時候 你用音力 接著 雙腳伸直 將他的腳掌咬後 就是不用怎麼看說明書 那他這次就多了一個機密 其實他這次一號機和二號機 他都是嘗試做紮身一點 所以他就在背部偷了位 做出兩個洞 就讓他膝蓋的兩個碟型的護膝 可以伸進去 大腿是要拉出一點點的 外形呢 他是做得流線型很多的 其實你看回最早期的設計圖 無論是大學院 甚至是後期 胡村尤謙的修訂稿 空口也是變成舊的 整架冷氣機這樣黏在上面 有這樣的魅力 但是這次很明顯設計師 就想把車做到很流線型 不知道真是死忠死忠 那些日本粉絲會怎麼看 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是OK的 好了 最後講講武器 首先這個 插在肩膀上的十五連法 其實設定是用來夾在白色的兩個肩膀上的 所以每一個玩具都不是夾得很實 這次他就折衝了 就只是插在肩膀上 可能因為玩具大件了 就更多些位置了 所以插在肩膀上 就很穩陣了 沒有了合金雲很熱的問題 這個就沒什麼玩的 不過顏色很精美 好像懸越彎刀一樣的 很奇形怪狀的飛彈發射器 其實在動畫中 它是可以整個飛出來的 好像回力鏢一樣 都挺過癮的 看看插不插得實線 其實我相信你可以用可動手來插 是可以的 亦都可以用這個 它給你的手掌我相信都可以 我現在用了可動手指的手掌來插 沒有什麼問題 它插得挺實的 這支大炮 這支大炮 其實就是在 他搶了這個Walker Gallia之後 因為其實 無論是薩斑戈和Walker Gallia 藍主角都是去印度神那邊搶回來的 過了三天就沒得追 這支炮本身就不是跟著機械人的 而是他在一個女戰士的手上拿到的 女戰士叫Torron Torron和Giron 其實有一段 我也不可以說他是情緣 但是 拳腳交鋒過 互相欣賞 都是一個 在薩斑戈粉絲之間 他也是一個 就是 替這個 老男子的一生之中 帶來了一抹裙擺 這樣 這支炮 是 Torron 慘了 他死之前 交給Giron 他臨死那句 就是說 我覺得我機械人的炮 很適合你的機械人用 幸好是女國交給男國 如果是男國交一支巨炮 給男國說 覺得很適合你用 有無控無盡的聲音 其實MASTER GRADE的模型都會有 有角度 讓你拿的時候 容易拿著 就不會讓肩膀阻礙 其次 他這裡有兩個空 其實是被插在背部 但是 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試過幾次 插都要把插手 放在機械人的左手邊 才插得濕 那就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我想跟動畫 把插手放在右手邊 就好像不太適合 不知道是我的心理作用 好像沒有那麼實 但其實在動畫上 應該是這樣插的 Anyway 還有一支槍 如果有話說 整個Walker Guardian 這支槍 就是出冤語設計的 有腳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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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拉出來 不過就沒有子彈 也插得很漂亮 起碼沒有說 手掌插不實冰器 我最討厭的情況出現 都可以的 有腳架 是 有腳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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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比較緊 但我自己也覺得他的大腿應該可以做到跳齒那種激論式 但這個系列就一向都沒有 結構是怎樣我就不知道 總之當你發覺大腿鬆的時候 你先向內壓一下 然後才動 這個玩具我的小報告大概是這麼多 戰鬥機械Sabungo雖然是一套香港不太多人認識 不太多人喜歡的動畫 但其實在真實系裡面是一個里程碑 可以這麼說他的故事不算寫得很好 庫野放了很多章節在一些小冒險搞笑的情節裡面 但其實他的大腿可以寫得好一點 最終就發覺原來那些所謂的無罪者 其實他們根本沒有隨著環境進化 他們不能夠生活在那個星球上面 他們一定要躲在那些玻璃城市裡面 但是他們為了保障自己 將那些所有的知識和技術收生買賣 就去逃避這個其實他們應該被倒塌的事實 當男主角一班庶民終於起義 組織到一個革命 趕走了這一班應該被倒塌的人之後 故事也結束了 Sabungo除了TV之外 他也有一個電影版 叫做Sabungo Graffiti 都是將電視戰織起來 變成一部電影的製作 但是兩個結尾有一點點分別 在電視版上 男主角Giron 最後因為愛定責任 就跟了受傷失明的蝕頭女 刁蠻公主 但在電影版上 他就跟了出生入死的 就是鬥氣冤家女英雄 Rack一齊 那我就喜歡電影版的結尾 戰鬥機械是一套我很喜歡的作品 雖然我小時候沒有看過 但它是我同年有一個很大的部分 我很喜歡它的模型 我很喜歡它模型的Box Art 很喜歡看Hoppy Japan的人 如何去組織模型 很喜歡看模型月刊精密模型的師傅 如何去組織模型 然後因為他而買了這一本高賀爾茲的畫集 又認識了高賀爾茲這位畫家 我小時候因為我很喜歡畫畫 也都整天模仿他那種畫金屬的方法 去畫我自己喜歡畫的機械人 所以他佔據了整個戰鬥機械的世界 佔據了我同年很大部分 出於私心 我希望他會繼續出這個High Metal R系列 雖然我覺得機會是比較微的 但我很希望他會繼續出下去 好了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